这是烧菜机器人 这是自动叠衣服机 这叫增强现实技术 能把虚拟的东西投影到现实世界里 哇 好酷 恐龙就要追上你了 快跑 当心 有颗小星星飞过来了 快躲开 小星星 哪里啊 那里那里 来不及了 快用激光泡 什么 鸡肉包 快按红色的按钮 奶奶 你把我的飞船给炸了 这不是你让我按红色按钮的吗 跟你玩游戏真没劲 姐姐 你来陪我玩游戏好不好 我奶奶实在太笨了 不可以这样说你的奶奶 小萱就爱玩电子游戏 我们小时候玩的踢剑子丢沙包 她都不感兴趣 为了跟她有点共同语言 我只好陪她一起玩 可是又被嫌笨 我们老人是被科技遗忘的人呢 小萱的奶奶很想和小萱一起玩 可是小萱爱玩的游戏她不会玩 她小时候玩的踢剑子丢沙包 小萱又不感兴趣 要是能有什么办法 能让祖孙俩玩到一块儿去就好了 现在热门的手机游戏 有愤怒的小鸡 绝地大作战 梦幻小精灵 奶奶小时候玩的踢剑子丢沙包 听起来都不刺激 难怪小萱不感兴趣呢 如果我们把以前的游戏改个名字 说不定小萱就想玩了呢 比如说剑子就叫飞雨流星 沙包就叫幻影精灵 这样一感好想玩啊 可是就算小萱愿意跟奶奶一起玩 奶奶年纪大了也玩不动啊 除非有时间机器能让奶奶返老还童 时间机器返老还童 我知道怎么让奶奶返老还童了 你是认真的吗 那么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没法发明出这样的机器呢 真的时间机器我是做不出来 但是在虚拟现实的程序里 一切都有可能 哈哈 能不能用你的复制幻影能力 得到程序员的技能 我们来开发一个 虚拟现实的体验程序 让奶奶返老还童 跟小萱一起玩 原来是这样 交给我啦 编程序就好像对电脑说话 要按照规定的语法告诉电脑 你要它帮你完成什么任务 虚拟现实程序 需要对程序里出现的物体进行设置 箭子下落的时候 哪一头朝上 下落的速度有多快 沙包有多重 尺寸是多大 编程的工作完成了 硬件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没问题 让我来做一个虚拟现实投影仪 欢迎参加夺宝大作战 老少皆宜 兰兰姐姐 什么是夺宝大作战呀 这是一个虚拟现实体验游戏 你需要得到三样宝物才能通关 那三样宝物就是飞雨流星 幻影精灵和狂舞精神 我要玩我要玩 那就麻烦你带小萱进去吧 我在外面等着 奶奶您别走 是让老人和孩子一起玩的 什么流星啊精灵啊 我不会呀 相信我 你一定是高手 来吧 这么好的机会赶紧抓紧时间好好利用啊 机会 什么机会 把时间机器抢过来 要是我们能回到过去 征服地球还不是小菜一碟 怎么什么也没有啊 宝物在哪里啊 别着急 夺宝大作战 现在开始 我怎么变年轻了 我怎么变年轻了 曹光变年轻了 连手脚也变灵活了 感觉身体好轻松啊 夺宝大作战 是我们开发的虚拟现实程序 在这个程序里 爷爷奶奶的外表和身体状况 被设置成十岁时的状态 所以你们在这个程序里 反老还童了呢 原来奶奶小时候 是这么可爱的小姐姐呀 别叫我奶奶了 叫我英子姐姐 那我就是铁蛋哥哥了 看宝物 要赢得夺宝大作战 就要熟练成我这三样宝物的用法 飞与流星只能用脚踢 不许落地 踢的次数越多得分越高 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金毛剑子吗 什么幻影精灵 不就是个沙包吗 狂舞金蛇原来就是跟长蛇 哇 好酷的飞与流星 想当年踢剑子 我第二 没人敢做第一 电脑游戏我玩不过你 丢沙包 我从来没输过 怎么样 你们敢不敢跟爷爷奶奶 不 哥哥姐姐们比比看 比就比 有什么不敢的 要是我赢了 可别再拿年纪大做借口了 来吧 这些游戏连我都没玩过呢 一起去玩吧 好啊 狗狗乖 把沙包叼过来 我才不是狗糕 扔得挺好啊 一起来玩吧 来了 别看着孩子长得跟灯泡似的 去这样子倒是学得挺快 兰兰 你也太差劲了 还不如我们外星人学得快呢 我就是天生手脚不协调嘛 哼 你怎么玩起来了 把任务都忘了吗 这不是时间机器 这是虚拟空间 虚拟空间 那你就虚拟地征服这里的地球人吧 就当是演习 好吧 可是要怎么做呢 有了 火蛋了 游戏玩得好有什么了不起的 本姑娘是靠头脑取胜 兰兰 这个程序不是可以修改参数的吗 你把你的参数修改的厉害一点不就能赢了吗 好主意 账户密码 到手 哈哈 我要跟你单挑 别开玩笑了 别小看我 我现在可不一样了 既然你这么想输给我 那就来吧 看球 你 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这种简单的游戏 本姑娘稍微练习一下就成高手了 什么声音 怎么了 有 有 有怪兽 地球人 做我的奴隶吧 哈小龙 他怎么变得这么大了 他一定是修改了自己的参数 为什么他会知道怎么修改参数 一定是在我修改的时候偷看到了 原来如此啊 蓝蓝 你作弊 我就是想赢一次嘛 好了 先对付哈小龙吧 大家别慌 我们团结起来就能变胜怪兽 1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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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3 3 2 对 对 来啦 谢谢你 我已经几十年 没这么开心过了 每个周末 您都可以带小萱来玩 得宝大作战 太好了 小萱呢 我接住了 这比手机游戏有趣多了 今年第一号台风海葵 已在本时登陆 江滨路果树路一带 有许多棵大树被捕吹倒 好可怕 请各位市民朋友 尽量避免出行 怎么停电了 看那里 水电煤气都停了 我们只能吃饼干了 地球好可怕呀 回家 我在比林星可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大风 我们家都停电了 我家也是 我在台风登陆之前 用旧的汽车电池做了一个应急发电机 在家看了一整天的动画片 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讨厌 你这叫幸灾乐祸 诶 诸葛聪明怎么还没来呢 诸葛聪明 你在哪呢 来了 我受伤了 什么 大树倒下来 砸破了我房间的天花板 我的头被砸破了 房间里也被淋得一塌糊涂 不光天花板要修 整个房间都要重新装修 是啊 你认识什么室内设计师吗 让我想想 不用想了 让我来找一个最棒的室内设计师 说吧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房间 既然要重新装修 那我想要与众不同一些 能不能设计的科幻一点 未来一点 这个你放心 你忘了我是从哪来的吗 我会让你见识一下 比邻新人的房间长什么样 真的吗 真是太期待了 螺丝刀 电烙铁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发明的全能设计模拟器 有了它 装修设计就像搭计木一样简单 哇 听起来好厉害 怎么用的 走 先去你家 先用这个模拟器 把你房间的大小 房间里的家具 墙壁和地板下的水电线路 都扫描一遍 接下来 我们可以在这个模型上 发挥设计师的技能 想设计成什么样子都可以 太棒了 我更期待了 包在我身上 沙发这样放好看 不行 这样会挡住移除的门 空调 就放在这里 不行 空调不能直接对着床头吹 室内设计 原来不管是好看就行 还要考虑这么多事情 那当然 所以室内设计师 要懂的东西可多了 要有艺术家的审美 建筑师的空间想象力 水电工的知识 还要熟悉 各种装修材料的特性 又要我征服地球了吗 好想念比林星的家呀 这一次 我要你好好帮助 哈哈和兰兰 给诸葛聪明一个 最漂亮的比林星房间 没问题 快起来 别偷懒 张修这活 比征服地球还累 你现在是名副极实的 蓝蓝蓝 蓝色的蓝 火大了 好激动 好激动啊 恭喜你 成为第一个 住进万兴人房间的地球人 嗯 哇 哇 怎么一进门就踩空了 嗯 这地面怎么是斜的 比林星人的房间是圆的 就像个泡泡一样 所以一进门就是一个斜坡 原来是这样 那我得习惯一下 哇 好漂亮的星空 哇 就跟我家一模一样 比林星人是宇宙的探索者 家里的墙上和天花板上 都画着星空图 随时看随时记 废得滚瓜烂熟 所以在宇宙里永远不会迷路 好棒的射箭 嗯 嗯 窗户在哪儿啊 比林星有三个太阳 阳光比地球强烈的多 所以 房间里都没有窗户 原来是这样 其实我比较喜欢房间里有大窗户 那你就习惯一下吧 哦 好吧 这椅子靠背太低了 脖子没地方靠 比林星人没有脖子 不需要这么高的靠背 要不 我习惯一下是吧 好的 哇 这是我的床吧 嗯 猜对了 快躺进去试试吧 你 你看 这床太短了 比林星人都跟我长得差不多高 要不 你把身子全起来试试 感觉怎么样 有点奇怪 我习惯一下吧 诸葛聪明怎么还没来 这家伙又怎么了 我 我 我来了 诸葛聪明 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 还不是因为 你们给我设计的房间 我卷着身子睡觉 咬酸背痛 地板不平 害得我摔了好几跤 房间里没有窗户 我出门就被阳光刺得眼睛疼 只好戴起墨镜 总之这个房间 我一秒钟都戴不下去了 这 这明明就是按照比林星人的生活来设计的呀 哈哈 看来 我们把室内设计最重要的一点给忘了 那 那是什么 是生活习惯 房间设计的再漂亮再高级 住人住的不舒服不习惯 都是白搭 我知道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还来呀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住个聪明 现在你看看这房间怎么样 哇 好像舒服多了 视野也很开阔 不过好像普通了点 要是能有点科技感 那就完美了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我保留了你喜欢的星空图 这下满意了吧 完美 奇怪 哪里出问题了呢 这汽车的动力设计太落后了爸爸 想不想见识一下比铃星的汽车呀 好啊 不要啊 不要啊 比铃星的水